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在这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18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 胡适,胡威,胡鼓 还有胡玉镜老师啊 今天这个胡适走势啊 像过山车啊,上窜下跳 但是这个上窜下跳啊 被胡玉镜老师抓住了 胡玉镜老师啊,果断出手 他补仓了 按照胡玉镜的说法 他补的恐怕点位还挺低的 补完仓之后啊,还没有收拾 胡玉镜老师就开始写小作文了 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啊 我们先看看这小作文怎么写的 他说啊,老胡补仓了 我没有无穷的子弹 当我补了12万 本金从48万上升到60万 因为到目前亏了大约7万 所以显示的本金只有53万左右 这个老胡啊,他吵了半年了 还没整明白 本金是60万,没毛病 但是他说显示的本金只有53万 这个时候不叫本金 这个应该显示叫市值 应该这么说吧 就持有股票的市值 加上还有这个剩余的这个可用的现金 这个是53万 不是本金是53万 这里我要说一下啊 胡信这个人啊 在这方面他做到了严行一致 他践行了补仓的承诺 这个金融市场啊 就需要这样的诚信 说到做到 胡信老师为什么补完仓之后 不等收盘 就开始写作文 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义无反顾的 这种气势在里面 就不管那么多了 把身上啊能调用的资金12万 整个的放进去 我记得昨天节目是不是说了 有没有人看 我说胡信老师准备资金 准备抄底 那个标题还在呢 你看今天胡信老师 马上就抄底了 准备了资金 抄完底之后 他就把电脑关上了 手机也不看了 开始写作文 虽然还没有收盘 他有一种 视此如归的感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心里面没底 觉得他可能还要跌 但是不管了 面子很重要 我先抄底了 抄完之后 爱咋地咋地 用俗话说就这个心态 所以不需要等他收盘 反正已经抄完了 胡信老师说了 到了2800点 他还要补仓 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 也说过好多回 但是晚上啊 有人传言啊 说胡信老师啊 到了2800点 他就跳楼 自杀 这个显然啊 是造谣 创谣 咱们在节目里面也介绍过 胡信老师说啊 他赔到只剩五万的时候 他就跳楼 而且他说得很清楚 不是说赔不起 而是面子割不下 脸没地方放 他要脸 他无地自容 所以跳楼去死 有点去员跳江的意思 从今天补仓这个动作来说啊 也说明胡信老师啊 在某些领域 某些方面 他是要脸的 不是不要 而且这个脸也要得起 相对来说 这个脸比较便宜 12万 同时啊 我不得不指出啊 胡信老师啊 他可动用的资金不多了 可以说这12万 是他啊 别的预算 可能是喝花酒的钱 男人嘛 出去应酬 你总不能让老让别人掏钱 对吧 虽然他以前是个领导 但现在毕竟人走插凉了 也就是说找人办办事啊 给以前的这个 对吧 现在还在岗位上的一些同志啊 喝喝酒什么的 偶尔也要买单啊 所以这个钱 恐怕是保面子用的钱 应酬嘛 但是没有办法 这边也要保面子 补仓啊 也是保面子 所以都是为了荣誉 都是为了保面子 所以他就把保面子的这个预算资金啊 给挪用了 而且胡锡进老师说了 我没有无穷的子弹 言下之意啊 这个恐怕啊 履行了2800年以下 加餐的承诺之后 再到2800年以下 他就不加餐了 或者加不加餐再说了 千万不要说 到了2800 你就喊胡锡进老师加餐 到了2800 你就喊胡锡进老师加餐 这个万一胡锡进老师就在2800上下晃到 那胡锡进老师不就轻家单产了吗 你看所以胡锡进老师说了啊 我没有无穷的子弹 这个就预示着啊 如果再次2800以下 那胡锡进老师就不一定要加餐了 但是也有可能会加 对吧 借钱加餐 就像普京那样 我们接着看胡锡进老师啊 他怎么说的 他说这两天股市跌的让我有些看不懂 但不管是不是非要扑火 我对这次补仓 义无反顾 所有技术性的分析 都解释不了当下的暴跌 老胡能够最后依赖的只有常识 以及常识背后的信念 还是信念的支撑老胡啊 2800以下遍地是黄金 这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股民对我说的 也有专业人士私下对我这样说 我相信这个判断 他不会在时间中沉默 这个胡锡进老师啊 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2800以下遍地是黄金 他说这是个老股民说的 老股民说的难道就是对的吗 他之所以是老股民 现在还在炒股 还没有赚几十亿几百亿 控制好几家三十公司 成为一个什么资产管理公司 资本帝国 那就说明他炒股不成功啊 一个炒股不成功的人 讲的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这个老股民说 身价几百亿 管理好几个三十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他就是炒股炒几家的 或者是徐翔吧 类似这样的人吧 那他说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老股民说的话 和方批有什么区别呢 他还真会炒 那不知现在炒到现在几十年了 还是个老股民 年轻的小伞变成老小伞 年纪越来越大 账户缩水越来越厉害 他说的话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就像现在网上很多 up主自媒体 教你怎么成功 教你怎么赚钱 自己毛钱都没赚着 关键这样有人信啊 这样你包装的好 所以主要还是傻子太多啊 你看老胡这样的 老江胡啊 老同志啊 那警惕性很高的 有丰富的啊 对外斗争的经验 居然他也轻信 老股民的话 换种说法啊 不如说老胡啊 属选择性相信 他就相信这句话 也有专业人士 私下对我这样说 你说现在这个社会 咱们的资本市啊 就是这些专业人士 把它搞成这样 哪有什么专业人士啊 那些基金经理 是专业人士吧 结果基金都是腰斩 对吧 紧直回撤到清盘 现在很多基金 都纷纷清盘了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传言 那个什么办一下投资啊 叫那个李贝啊 是叫那个名字吧 我不太记得了 总之他最近啊 豪言转容 跟那个林元两人 说这是三千年 是历史大底 三十年不遇的大底 结果两千八都守不住 据说啊 他那个私募 有两只已经到了紧接线 到紧接线什么意思 这一过 立马强制拼仓 要输回 买了这个私募的 你就认栽吧 他的紧接线可能是八十吧 有的是七十 我不太清楚啊 那到了八十 他就得拼仓 让你输回 你百分之二十就赔掉了 你要再认购的话 你就认购他的新产品 接着进去再赔百分之二十 再拿出来 几个百分之二十一下 你就本都没了 怪不得啊 这个林园这些私募基金的 都出来吹这是底 实际上一个是稳住大家 对吧 再继续投钱 现在抄底的好时候 第二个这个 能不输回的就别输回 被迫输回的 那你再买我的新的这个基金 钱呢 还要烂在锅里面 不能拿走 拿走就完蛋了 尽是这些专业人士 咱们胡适啊 咱们一直强调啊 是隆你的盘着 是虎你的卧 可不管你是什么机构 什么基金 还是散户 也不管你是什么外资 我们只听国家队的 那今天海底捞月啊 来这一招 说明国家队出动了 全球最大的 这个资管公司 还有第二大的 在咱们大A 不都交了学费吗 完了老老师的退出 这都是专业人士啊 专业人士也搞不定大A 所以胡适老师啊 就盲听 盲信别人的 他说我相信这个判断 他不会在时间中沉默 他说我是 在市场的一片 惊慌中补的这次仓 他的最大支撑力 就是那句话 当别人都惊慌时 你不要恐惧 我直到现在 也相信这个时候 补仓肯定比 如果股市已经很高时 再去追 长期风险要小得多 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胡适老师 又是看这些心灵吉他 这些人生格言 只看了一半 或者叫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当别人惊慌时 你不要恐惧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不要恐惧 他这话前半部分是对的 你不恐惧不是主观意识 就是我主观不恐惧 不恐惧啊 这没有意义啊 我可以让自己不恐惧 我不在了 一百万赔了就赔了拉倒 你要是这种心态 那无所谓 所谓的你不恐惧 是指客观上 就是我有不恐惧的条件 我有战胜恐惧的能力 怎么战胜恐惧呢 就是我有源源不断的资金 不停的抄底 源源不断 大家记住了 老胡说的 没有无穷的子弹 你有无穷的子弹 你才能战胜恐惧 就是你只要敢跌 两千七 我再买你二十万 两千六 我再买二十万 两千五还买二十万 你跌到一千 我再买二十万 看谁厉害 无穷无尽的资金抄底 但是小散 做不到这一点 没有小散 说我有无穷无尽的资金 连胡义进都说他没有 你没有无穷无尽的资金 你要践行什么 别人恐惧 我不恐惧 那就是找死 那就是飞蛾扑火 大道理都懂 天终究是会亮的 春天终究会到来 但问题是 你就死在了冬天 你就死在了黑夜里 你就没有撑到天亮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天一定会亮 春天一定会到来 但问题是 你能不能撑过这个冬天 无穷无尽的资金 是你撑过这个冬天的条件 基础 所以我们很多人 看话 看这些格言 看这些鸡汤 只看一半 就像有翅膀 就能飞一样 那鸡也有翅膀 他根本就飞不了 然后别有用心的人 狐狸啊 他就会说 你要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飞呢 要把这鸡啊 听了狐狸的话 他就试一下 结果就摔一次了 胡义进又说 我声明 这是我个人的信念选择 我不呼吁任何人模仿我 胡义进这个声明啊 非常有必要 本来大家都认为 胡义进炒股 天天写小作文 是带有某种任务的 某个神秘机构啊 某个神秘部门啊 要求胡义进这么干 忽悠消散 进股市等等啊 所以胡义进啊 他特别声明 个人信念选择 不呼吁任何人模仿我 所以你们 如果跟着老胡去炒股 盈亏自负 这个也确实这么回事啊 我相信啊 大部分人 是不会跟着老胡去炒股的 但是毕竟老胡的 这个粉丝很多 难免啊 有人看到老胡入室了 老胡天天说他有信心 然后他也觉得应该去 有的甚至加仓 本来是躺平的 还准备装植物人的 一看老胡这么有信心 加仓了 本来有人不准备炒股的 一看老胡这么有信心 也炒了 等等啊 这种啊 我认为都是活该啊 老胡炒股 你也跟着后面炒股 那你是咎由自取 你不被老胡骗 当然老胡人家可没骗你啊 人家没号召你就炒股啊 对吧 你不在老胡这儿掉坑里面 你一定会在别的地方掉坑里面 没有办法的事 这是你本人决定的 跟外界没关系 就像那很多人 几百万的 就投那个什么 禅义投资法 这叫什么事啊 这叫活该 所以跟着老胡后面炒股来 赔钱 那是活该 老胡为了撇进责任啊 今天加仓这个 就故意说了 他不呼吁别人模仿他家产 最后啊 老胡说 顺便说两句 网上今天到处都传一张P图 那上面说啊 股市跌破2800年 我就会跳楼 我没那么说啊 这个咱刚才说了 这个是造谣的 说这些天 网上拿老胡开算的P头不少 我看了也乐 大家有气 消费消费老胡 我真不觉得生气 公众人物 有时候就让大家拿来消费的 我对自己的羽毛 没那么爱惜 我让同事也P一张 发在这里 大家觉得如何 那张图就是潘金莲啊 劝武大郎喝药 有人把他P扔 潘金莲劝胡锡进补仓 老胡该补仓了 原台词是大郎该喝药了 老胡啊 看别人P的很有意思 他自己让他的同事 老胡年纪大了 他自己不会P图 电脑这些都不太熟 那些P图软件也不熟啊 所以他请同事啊 帮他P了张图 是潘金莲劝老胡啊 该补仓了 然后老胡回答啊 说补过了 胡锡说啊 我让同事也P一张 发在这里 大家觉得如何 希望大家能够早日重新站起来 在这之前 我愿意陪着他跌 老胡算是打个阻击战吧 我等待机械号 不 是反攻的冲锋号 这就是老胡的小作文 看完老胡写的这小作文啊 我又有一个建议啊 胡锡老师这次补仓12万 这12万呢 应该是赚钱了 赚多少不知道 他自己心里有数 我是建议啊 明天胡市一冲高啊 他就把这12万 这个筹码啊 比如他买了什么 5000股 或者什么3000股 把这部分 给他获利了结 当然了 我不知道 胡A啊 给不给他这机会啊 这都很难说啊 如果明天给机会 赶紧把补仓的这部分获利了结 这样他手上又有机动资金 对吧 十几万 等到这个胡市啊 又来到208以下 这个时候 胡锡老师再杀进去 等到208以上的时候 他又把它获利了结 这样来探低成本 原来的那48万筹码啊 就搁在那儿 这也是个办法 这叫建好就收啊 免得坐电梯啊 因为过两天 说不定又到208以下了 因为这个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所谓的金针探底啊 显然不像 金针探底 那是各路资金啊 大家蜂拥而至 那时候形成的这个反弹 叫金针探底 这次形成的金针探底啊 可能是国家队 那这就不是底 那这个金针不叫探底 是指明方向 告诉你 下一步就到这儿 那个时候可不要说啊 胡市啊 没提醒你 已经提醒过了 下一步就在这儿 所以胡锡进老师啊 为了避免坐电梯 他这个12万 应该机动灵活 原来的48万 也不要乱动 你害怕踢飞了 有的人就这么蹭了 你刚割完 他就光光光 走了 上去了 就等着你割啊 他那48万不动 这12万 来回激动 赚钱就跑 要汲取啊 上一次经验教育 胡锡进老师 刚入市的时候 一下就赚了 将近一万了 对吧 我记得他赚4000的时候 我就建议他赶紧 销户 截图 把流水单打出来 交易清单打出来 然后留作凭证呢 然后这样就够他吹一辈子 不至于他在跟 汉马南老师斗嘴的时候 被人捏住小辫子 一顿嘲笑 现在啊 胡锡进老师只要一说的 这个不对那些人的胃口 他们就可以说 胡锡进老师啊 是炒股输了 心态不好 心里烦躁 咱们大家原谅他 这还算好的 有的就说活该 所以胡锡进老师 在跟这些人斗嘴的过程中啊 总是气短 关于胡锡进补餐这个 这些爱国智能量大V啊 纷纷出来表态 我看了一下啊 他们主流意见就是 胡锡进是个骗子 胡锡进 他是骗流量 胡适越跌 胡锡进越高兴 这样他流量越多 他靠流量赚钱 胡锡进是不是靠流量赚钱 这个按下不表 咱们不需要讨论这个 但是我看到的是 这些所谓的爱国智能量大V啊 双标 什么叫双标呢 对吧 如果胡锡进老师 是靠流量赚钱成立的话 那么有两个就不好说了 两个现象 第一个 那汉马南老师 那可是爱国智能量大V啊 现在康大旗啊 现在是精神导师啊 那他不是在吃流量吗 为什么到了胡锡进 这吃流量就不行呢 这不是双标吗 这些爱国智能量大V 就是典型的双标 对吧 同样的事情 汉马南老师做 那就是对的 胡锡进 那你就是骗流量 流量啊 只能汉马南老师骗 只能汉马南老师割 胡锡进老师割的话 那就是有 叫侵吞国有自产 侵占国有自产之邪 对吧 韭菜是国有自产 是你胡锡进想割 就能割的吗 汉马南老师可以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胡锡进老师 如果现在是割流量的话 那他以前也是割流量 当年跟汉马南老师 还是老朋友的时候 汉马南老师自己说的 他的老朋友啊 当年他们在一个账号的时候 胡锡进老师 不也是在收割流量吗 那为什么那个时候 收割流量 你就不说了 现在收割流量 变成自由了呢 所以说这些 爱国智能量大V 有一个算一个 都能称得上人渣 因为你要不做人渣 你成不了爱国智能量大V 有网友说 出卖色相 你还需要有条件 你是长得好看 但是出卖灵魂呢 就简单多了 这些爱国智能量大V啊 就因为人家一顿饭 免费的 没招待好 他就能去骂 本意啊 是要攻击人家宝马食堂 员工餐厅 餐不好 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 都是外资的待遇 什么特斯拉的那个餐厅 多好多好 宝马的餐厅多好多好 员工食堂啊 又便宜又好 比那些机关单位的还要好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这些爱国智能量大V 本着这个区的 准备给他泼点污水 说这个宝马的食堂垃圾 结果被人反噬了 最后啊 我再推测一下 胡锡进老师补仓啊 可能补的是 他原来的那些股票 恐怕都是国企啊 大盘股什么的 那么这次反弹 这些股票恐怕弹了一些 但是大部分股票 恐怕还没有弹 或者就没有放红吧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2024年啊 才过去十几天 就这么波澜壮阔 首先是爆雷声不断 各个私募 信托都在爆雷 今天啊 这个贵州的毕捷市啊 有一家村镇银行 被愤怒的储户给砸了 这个是风凰网周刊 刊登的啊 说1月16号 网报贵州毕捷 农村消费合作社 清水铺 营业部 因无法取款被打砸 视频中 营业部大厅一片狼藉 厂已被掀放 盆栽已被砸碎 17日清水铺派出所回应称 很多人取不出存款 已来登记 目前该营业部正在营业 镇政府正在处理此事 村镇银行暴露 再看看房市 即便北京上海放松了 也没有什么太大启示 湖A呢 大家都看到了 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不要谈底 底在哪儿谁也不知道 你先要想问底啊 你先问问自己的口袋 国际上 红海危机 两个老铁打起来了 八铁和伊朗干起来了 你说这黄鹅啊 小粉小红啊 还不知道怎么评价这是 你说这叫多乱吧 一边是八铁 一边是传统盟友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俩打起来了 互相放导弹 这个伊朗啊 也是吃了豹子的 他敢跟一个有核国家动物 十一八九后面又是鹅爹啊 在搞事啊 因为那个八铁啊 帮乌克兰生产军火啊 武器啊 炮弹啊 这俄跌唆使伊朗 对吧 给八铁一点颜色看看 总之背后都是俄跌啊 俄跌四处放火 所以从这个2024年开年 这么几天来看 预示着2024年不平静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凡事啊 要问一问自己的口袋 好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